比消防问题更严重的是城防 城防啊 你看这城墙上面 一点的城防攻势都没有 更别提什么重兵把守了 可以说是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 再一个你看那个河道上 大船小船特别多 看起来好像挺忙活 宋代的这个曹运呢 包括造船呢 确实已经是相当的发达了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无论你是船上掌舵的 还是船下卸货的 你看这船袋一看都是私家船 所以这都都是民船 装运米粮材货 官船上哪去了呢 官船哪 都让皇上调走了 去给他运花石缸去了 东辉总喜欢这玩意儿啊 奢迷啊 正大修园林电雨 正用着玩意儿 你别小看这些事儿 根据史书记载 到北宋快灭亡的时候 粮食价格 粮食价格整整涨了一百倍啊 各位一百倍什么概念 就好比说现在大米三块钱一斤 如果说突然一下变成三百块钱一斤 你算算这日子还能过不 再加上北宋末年 内有宋江方辣被逼起义 外有辽国西夏虎视眈眈 可以说大宋江山那是风雨飘摇啊 张泽端他应该也是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内忧外患 你看他在画卷的结尾啊精心地设计了这么三个场景 一个人在问路 两个妇女在问枕 还有一群人围着在算命 问路 问枕 问命 看似平常的这么一个场景 被画家精妙地安排在了结尾 这个让人深思 我想啊这是所有的优秀的文学作品 艺术品 一个共同的魅力 就是他会给人留下开阔的想象空间和解读空间 宋惠宗昭告天下 希望大家能够对他的施政提出意见 所以张泽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 他就敢于面对当时现实生活中种种出现的问题 足以足相地在画中表现了出来 惠宗对这幅作品呢 可以说内心是很矛盾的 首先这幅画的艺术技巧相当高 符合宋惠宗的审美要求 宋惠宗的独性道教 他认为这个绘画反映祥瑞吉祥之物 反映这个国家的好的兆头 这幅画里面呢得不到任何的欣慰 在这方面他也不喜欢这件作品 他就把这幅画送给了当时的国舅 我们下期再见